来来 我真羡慕那些可以准点吃饭的人啊 跟朋友一起 他们多快乐啊 唉 这当业务再拿不下来 这个月绩效肯定有泡汤了 真羡慕这些开饭馆的老板 又挣钱又没压力 喂 龙东 今天疫情生意受到了一些影响 房租能不能缓一段时间啊 嗯 好 我再去想想办法 唉 当年如果听爸妈的去银行就好了 工作稳定 又没有资金周转压力 这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天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 真羡慕那些到处旅行的摄影师 每天都能遇见不同的风景和故事 这个月几乎没有约稿 再这样下去 恐怕要卖香气来换罗费了 还是那些做直播的好呀 站在手机前扭一扭就赚钱了 唉 快想想办法了 老板说这个月直播流量要是在不起了 我就得走流了 说实话 大部分从事我们这一行的 真的还没外卖远转得多 日晒雨淋 永远在和时间赛跑 为什么当年不努力学习 考过大学 当个白领 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吹着空调 这日子 想想都让人羡慕啊 5加2 白加黑 996 我们服务于方案 服务于PPT 服务于报表 有时想想 还不如当个服务员算了 原来 我们也会被别人羡慕啊 拿自己的劣势和别人的优势比较 确实有点傻 毕竟 这世上并没有一定完美的人生 我想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吧 人们总在羡慕围城之外的美好 但其实墙外 何尝不是另一座围城呢